防疫滾动式调整 新北市文化局适度调整武馆议员开放 针对英哥陶瓷博物馆 瓶林茶叶博物馆及板桥林本园底等议文空间 22号起开放预约参观 不提供候补或现场报名 英哥陶瓷博物馆教育推广组组长陈文宏表示 陶博物馆预约每场次限定为80人 共有三个梯次 开放区域以展庭及产品贩卖店为主 饮食区域则不开放 博物馆将在7月24号在微解封之后正式对外的开放 那我们开放会采预约制 每天我们提供三场的一个预约 每场次80个人 所以我们一天会有240人来参观 我们现在仅开放我们的展厅跟我们的卖店部分 那餐厅或室内我们一律禁止饮食 那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都可以佩戴口罩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陶博物馆表示 因应武馆议员艺文空间的开放 特展室推出偶然人间特展 以人生旅行的角度 陶偶创作带领参观者感受在变动的时代下 体会人与环境的密不可分 这次我们特别规划我们三楼的一个特展 偶然人间 那这个展览呢 是从7月24号展览到明年的3月20号 那这个展览呢 用陶偶的角度 带大家去做一个人生的旅程 那探讨人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非常的一个精彩 终于等到染疫数下降 武馆议员开放区域 除了进行龙流降载 使联制 加强环境倾销次数外 也请民众配合防疫措施 一同防疫不防疫 记者正定家 综合报道